18你没给我多加吧 没有没有 正常就这个量 对对对 那里这个还是很实惠的啊 师傅他们家味道怎么样 我是安静生 起码有8年以上 在他们家吃8年以上 我这个吃20年 吃20年啊 大家好我是麦董 今天我在安庆四眼井文贸市场 来安庆待了两天有点遗憾 我以为满大街都是安庆馄饨 但是并没有 我们最后在市场里去寻找一家 生意特别火爆的牛肉面 这是四眼井龙茂市场 哎你好师傅 这两边是不是有个牛肉面生意特别好 里头啊 这就是牛肉面 好好谢谢啊 就是这家 确实足够隐蔽啊 他这个店啊你看啊 就在龙茂市场旁边的巷子里头啊 不留意还挺难找 你好师傅 你这边主要卖的是牛肉面 牛肉面和牛胸骨面 胸骨面 就是脆骨吗 对对这个牛脆骨 你看看 全部这个牛脆骨 这个很有营养呢 那你们现在这个生意一天能下多少面条 一天最低七八百碗 八百碗 那过节不止啊 过节一定不止 哦 就两个焦头 嗯对 牛肉和牛骨 面条我来看一下啊 刚才说是手擀面啊 这家手擀面 我们这家手擀面 没有 没有任何添加鸡的 这个面 哦 这个面口感好是吧 对对对 主要是没有添加鸡 就是面 面粉 面粉 对对对 我们按这个叫牛胸骨 哦 红烧牛胸骨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还有什么 这是牛肉 一片一片的是牛肉 哦 是牛肉 一天八百碗的面馆啊 什么概念 他们家牛肉汤面就卖六块啊 就是价格表 说是他们家面馆的经常来吗 经常来 味道怎么样 一大早都干了四瓶酒了 对 这个日子舒服 刘胸骨怎么卖呢 刘胸骨整碗砖 一份三十块钱 可以拼吗 拼牛肉吗 那个 三面条可以 半点牛肉 半点牛骨都可以 那给我来一个 牛肉跟刘胸骨双拼 可以可以 双拼多少钱 18块钱 哦 酥面吧 这个面是手工面 没有任何添加剂的 哦 手工面 对对对 这份是别人的吧 这是人家的 马上帮你去下 这份多少钱呢 这是基本上12块钱一碗 哦 那不贵啊 对 我们这个很实惠的 您干这个干多少年了啊 25年了 25年了 对对 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 哈哈 哦 就这边这个面条啊 对 手擀面那种 对对对 没有任何添加剂 哦 这个什么 这是大骨熬汤 哦 主要在于这锅汤是吧 嗯 大骨熬汤 牛骨啊 对 牛大骨 哦 这个一天我们要熬六七个小时 哦 牛骨 这样的面条啊 焦头就这两种吗 哎对我们家还有别的整碗串的牛排牛尾都有 哦 哦 嗯 这个是你的半点牛骨的半点牛肉 好好好 谢谢啊 这个是多少 这个18块钱 18 你没给我多加吧 没有没有 正常就这个量 对对对 那里这个还是很实惠的啊 18块钱的牛肉牛骨面 这是安徽安庆的特色啊 牛胸骨面 手擀面的口感 应该就是机器压的那种手擀面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拍视频啊 挺尴尬的啊 师傅看到我们拍视频 那就会多给 它这个量18 如果不是多给的话 真的就太合适了太合适了 因为这个牛脆骨啊 我知道啊 确实不平利啊 乖 这个口感 绝对 它这个什么口味啊 说麻辣不麻辣 说辣又不辣 就是那种红烧的带一点点辣的那种感觉 红油起香不起辣 嗯 好吃好吃 嗯 它非常喜欢这种手擀面的口感 牛骨熬汤 加上红烧的 这个叫牛胸骨 我们这边叫牛胸骨 这块肉真的是不便宜 因为它 这块肉啊 有牛油 牛脆骨牛肉 而且是活肉啊 就是口感会很丰富啊 就这碗面 还吃了几口啊 真的 如果你100分 就能打85分 另外10分 因为太难找了啊 嗯 相当赞 离得不远的或者安静周边的啊 可以来尝一下 四眼井龙茂市场 然后这个面馆叫金回回牛肉面 嗯 地图就可以直接做得到啊 但是进来以后 它在一个两个楼中间的巷道里头 不留意还是挺难找的啊 嗯 它这个好好吃啊 在安静没有吃到温饪 吃到一碗这个牛脆骨面 也直回去了啊 而且 这么一大碗 18块 真难